除了消防人員很辛苦以外 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警察叔叔们的工作内容 凤鸣国小特别是安排了特教班的学生到三峡分局来参访 小朋友一下车就被警用大型重机车所吸引 不仅坐着重型大机车 也摆出各种帅气的姿势拍照 非常的兴奋 凤鸣国小安排特教班学生到三峡分局参访 小朋友一下车就被警用大型重机车所吸引 不仅抢坐重型机车 也摆出各种帅气的姿势来拍照 远警也带师生参观侦察室拘留所 指挥中心等等认识三峡分局的环境 因为我们特教班的孩子 就真的比较有少的机会 可是到我们这个警察局里面来参观来学习 也许他们没办法严理 不过在他们内心里面 一定也是一种非常深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方式 那现在在这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三峡分局 所有的同仁 今天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所 让我们特教班的孩子 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学习的机会 我相信说真的是对他们而言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礼物 非常棒的一个礼物 那真的非常各位 因为你们的勤务真的非常非常的繁忙 那今天又能够这样拨个一个小时 给我们的小朋友 身为校长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们 除了让小朋友们认识警察同仁的工作环境之外 园警们也借机会向小朋友宣导富有安全的概念 尤其各河岸的发生 小朋友更应该要学习如何自我保护 预防大野狼并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小朋友们热情用心的学习态度 让平时严肃的执法机关 顺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那小朋友或许接触到我们警察 一般看到最多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不同专案 不同专案还有从电视上 媒体上看到的 那实际上我们一直也在推动这个服务 那很多的不准国中国小 那今天是要我们的特殊教育的同学生 还有一个家长也过来 那让他们体验一下 警察或许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威严 这么的严肃多负重多的制造警察 那也希望能够多次执行警察 以后长大大家做警察好不好 在参观结束之后 知名的素食店业者 特别准备了精美的餐点以及饮料 请在场每一位小朋友 老师以及辛苦的警察同仁 在分局供餐 餐后在分局长以及校长 共同帮忙下 欢送课教班的同学离开分局 结束今天这一场很不一样的课外教学活动 来三峡分局在不在 在 共鸣国祥好不好 好 中佳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导